今天是崇洋节各地的崇洋敬老礼金也陆续在发放 而瑞芳区的敬老礼金到今天已经发放了九成多 几乎是全数发放完毕 而公所也提醒还没有领取的长辈在12月15号之前 要到公所来领取 瑞芳区的崇洋节礼金发放到今天为止已经超过九成 虚亚陈一郑表示公所早在10月份就透过各种方式 包括转账 里长轻送以及利用共产时间发放等方式 预计已经发放了九成五左右 剩下的人应该是长期不在地方居住的民众 这阵子会再积极去联络前来公所领取 今天刚好是九九的一个崇洋节 那我们崇洋敬老礼金的发放情形 那瑞芳区总共有6905个字发放的一个对象 那经过我们这个统计截至到今天为止 已经有这个接近95.2%的发放的一个比例 那目前大概还有整个瑞芳区还有340个民众还会来领取 那这个在这边也呼吁这个民众 那这是市府对于这个高龄长辈的一份的敬意 陈一郑表示像是百岁人类 在之前公所就已经轻松到辅 除了自证 敬老礼金还有金牌 金戒指等等 希望他们可以健健康康的生活 也呼吁还没有领取的民众 找机会向里长反映一起来公所领取 公所可以领取的时间到12月15号 那欢迎民众这是自己自身的一个权益 那在这边今天刚好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一个重阳佳节 那这边也代表朱立伦市长 祝福所有的这个高龄长辈 重阳佳节愉快 那身体健康 陈一郑表示重阳节敬老礼金的发放作业 一直到12月15号为止 希望符合资格的民众尽早请来领取一面 权益受损 这方向六方长报道 不需要任何对方说的 我除了给资格的民众 考虑年纪